我想在这里面提及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外商投资法 现在已经经人大审议通过了 那么要在明年1月1号正式生效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项工作 就是制定外商投资法的配套法规 这个配套法规将外资法的一些具体的原则 一些总的一些要求要落实到具体的领域 这我们也在加紧在工作 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公平竞争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 比如说要确保对外国资产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要杜绝强制技术转让 要完善商业秘密的保护 感谢观看